Hello 各位李比老闆組推特讀者 大家好 又是Ivan 来到 五仔这个Channel 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 财经的资讯 前几天五仔也有说过 Food Locker Food Locker 在香港关闭了6间分店 也不少 未来全世界会关闭420间 完全是表现不达标的分店 还有可能会开300多间分店 究竟是否因为生意不好 是否全世界的环境不好 是否其他 包括什么李宁 包括什么小米 苹果 甚至很多不同的零售业 都会不会倒闭呢 今天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未分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赞个赞 订阅和分享五仔这个Channel 其实很多人都怕 今年会不会有失业潮 有没有其他行业 会淘汰大部分人 当然我不知道大家做什么行业 但确实 包括我自己的小弟 做生意都觉得这几年 非常艰难 无论 物流 物料 成本 非常高企 我自己做玻璃生意 玻璃价是升三四成 四五成的 如果你真的未必加到客户价 你真的很难转介到成本 非常困难 另外就是加息 如果你真的要借很多钱去经营生意 不好意思 你真的是银行 真的未必这么容易借到给你 即使借到你的生意 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还到钱呢 因为你也要看看公司 财经实力 有没有资产抵押 这些时势 很多人都是卖了资产去 搞很多事情 都是想留住人才 留住一条命 不要说赚钱了 只是说保住那家工厂 保住那家公司 都不容易 尤其是现在请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基本上 你贴过街招 贴过广告 都没有什么人给反应 当然了 现在都是网上找人 网上的竞争又非常大 虽然我说是否在东莞 9元聘用人 我想说 哪有人愿意做 20-30元一个小时 都没有人愿意做 所以真的 时势不同 当然我再说 包括有什么方法 每个月存5千元 可以 到时候老的时候 每个月都可以拿1万元收息 收到老的时候 都是一些挺好的投资 理财的方法 当然继续支持我 少了一本新书 很多不同的收息工具 当然没有Credit Suits 没有Fest Republic 这些银行 我自己不投资 这些银行 好了 全美的Vlogger 也有很多 871间分店 全世界都有 包括香港这6间 预期 这几年之内都会倒閉 没办法 因为他打算开新的概念店 你知道 这么多间店 最贵就是这间 尖沙咀这间 月租250万 真的不少 如果你不是差不多 钱也未必 租到 那要卖多少队球鞋呢? 当你一队球鞋 賺100元 那你都要 赚很多 要多少万 都不知道多少万 才可以 足够交租 所以还有灯油火力 这四层高 是否真的用得尽 这些资源 确实的压力 确实压力是非常非常低的 例如 好像旺角这间 租金都要每个月 都要200万 人类很旺 这间 旺角的 都是不便宜的 当然 很多核心地区的租金 已经下跌了 两三成 甚至一半 都有多 其实 他将来 整体的亚洲业务 都打算去简化 精简 除了港澳之外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会变成 特許经营权 即是 License Model 暂时为止 南行仍守得住 其实他的竞争对手 好像JD 那些 都不能入到南行市场 但是 福洛卡在南行 也是挺好的增长 也不错 其实整体这间 福洛卡公司 收入是有增加的 但是 他的 利益 收入 都是一般的 2026年之前 我打算关闭了 北美400间分店 我打算转型 转型做300间的 就是和Nike 和Nike一起搞一些新的 不同的社区店 包括在纽约芝加哥 洛杉矶 还有多元化的消费体验店 其实他主要想专供一些高收入年长的人士 亦针对儿童的 儿童的 儿童的游乐店 小孩的钱很赚 对不对 我现在做爸爸就知道了 真的 赚小孩的钱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我也有想过 是否应该搞一些小孩的东西 暂时 可能先晚一点 其实整体在北美 有1300多间分店 在商场上 特别不好赚 商场有很多管理费 收入 那些东西要支出 其实他想将商场以外 那些商场的收入 由35%增加到50% 他想想 2026年的年收 增加到10亿美元 达到95亿 的收入 说的好像很容易 但是真的 不是这么简单 有这么多竞争对手 变了 其实他自己想 找多些不同的生意渠道 其实他也想着和Hocker Solomon Corsi 这些品牌合作 想着商量将他的盈利翻倍 其实你看到他的币 是不差的 也有增长 当然刚刚这年增长 是少一点 但是 NAT INCOME 真的跌了不少 所以他也很紧张自己的收入 你看到他的FREE cash flow 一直 递减得很厉害 近几年 还发了很多不同的债 借了不少的钱 去维持生意经营 有可能是 有些租金的问题 有可能是 想着大展 拳脚在不同方面发展 所以 其实他暂时这一刻 现金不算特别多 其实他现在说的 Return of Capital 相对看到 下跌得很厉害 所以他投资了很多东西 但是那个汇报 不是太成正比 其实很多其他公司 都有类似这样的表现 就是说这几年 因为很多都是 债务前身 或者借很多的钱 你看到 新开的分店就少了很多 但是 想着 真的要关于店铺 都四百间 所以 未来 你说的发展 对这间公司来说 是非常沉重巨大的压力 所以他打算拍资Nike 就是打算 买少些 Adidas的产品 和Nike一起合作 其实想在市场上 太弱流强 很正常 就是这些事势 打算如何缩减 如何缺少一些开支 如何集中在 一些 他觉得有好处的 产品上 Nike 他可以 相对地开少些分店 变成跟他合作 大家都会轻松一点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好像我自己也是 就是 当这些事势不好的时候 可能将 厂厂缩小一点 或者是 分租出去 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如何增加一个 收入 不敢说一个 是否叫被动收入 起码就是 分分了一些成本开支 你看到 其实收入增加 但是也是一般的 因为 Cost of Good 即是成本 在9亿里面 佔成60亿 真正的Cost Profit 只有31亿 还有其他的 灯日火纳 其他的开支 宣传费 其实 正责大概是10亿左右 这个已经是一年前的报表 真的 真的 说真的 真的要加上税 正责 带袋 就不是很多 大概是 8亿左右 8亿左右 确实 不是太多 其实 可能 10% 每做10亿生意 只能赚1元 1元 就算很好的 这些事情 真的不容易 他们的代表 他们的高层 就说 Like 将会成为主要的 主力的品牌 如何在市场上 做一个领导的地位 在这些时势 其实每个人都想着 如何可以和一些联盟合作 是不是 很多牌子走去链城 Corsia 走去链城 很多不同的牌子都是这样 但是 它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序手 一个英国的公司 JD Sport Fashion 这间 香港可能暂时 我不知道 好像是否没有 听众告诉我 英国也挺大的 有3,400间分店 在全世界 遍布新加坡 法国 印度 尼西亚 很多地方 这间公司 1981年发迹 42年 但是它不断增长得很厉害 其实它的营收和它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10% 也有80亿的英镑 但是你看到它这几年是折折上升 收入是不断增加 Net Income 是没有跌过的 所以它的宣传策略 或者整体营销的方法是成功的 你看到Feed Cashflow 不断增加 和它相对地是比较成功的 它派息也可能稳定 其实这几年大家都有债务 但是债务也多了 但是同时它的货币也是相对地提高了 变成了它的回报 其实它的回报 也是成正比的 也不会影响得太厉害 也有高高低低的 你看到它控制成本 大家都是八字头的 它是英镑 那个就是美金 8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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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80亿 4.4亿 是在货币上的 44亿 是在货币上的 4.4亿 真正的 Post profit 也有49% 也算不错 当然有其他开支 但是 以这么大规模的公司来说 算是不差的 其实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近年我发现这间公司 我自己也有买少少股票 不算是特别多 不算是建议 大家立刻去买 其实这间公司 Lulemon 的营收 增长是非常强大的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间公司是一间 加拿大的公司 本身这个主席做短褲 喜欢做瑜伽 他觉得 我常常上班 穿褲很麻烦 又要换运动褲 又要做瑜伽 要换什么褲 上班又要穿西褲 他就想一下 不如做一些服装 又可以 上班又能穿 下班又能穿 做运动 做健身 做瑜伽 都可以穿 其实他发明了一件事 他自己读了一个 叫做休闲的运动风 Lasher 我不懂读了 Lasher 意思是 你穿着他 他上班又不会觉得 烤到什么 亦都可以 照样做运动 保持着流汗 亦都不会说得很厉害 不是帮他卖广告 但是 我自己穿过 他的褲子 衣服 真的很舒服 你觉得好像穿着睡衣 那样的感觉 其实他做了一些物料 做了一些风潮 带领了整个行业 都跟风 走去做一些瑜伽的衣服 瑜伽的褲 你看到他的营收是 火箭式增长 很厉害 6亿 7亿 整体的货币流量 也很稳健 也是 货币非常厉害 不断地增长 当然他也有投资不同的东西 但他不是盲目去投资 变成了他的营收 也算是很厉害 你看到 起码是15% 成本相对来说 42%也相对比较低 整体你看到 他控制成本在物流上 一件事都做得挺好的 不便宜的 在香港买一条褲子 是一千元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你穿着你会体验到 那种感受 很难直接说 但是我觉得 其实 他是给一个销售的体验 的人 如何去搞瑜伽的堂 搞一些泡沫的活动 那些人可以参与 如何去认识这个产品 有些好像苹果 如果不用过 你就不知道 用过就觉得 好像很舒服 用苹果iPhone 好像很快 感觉上很爽 同样的感觉 那些人就愿意去分享 不用靠KOL去宣传 所以真的 这个经验也很重要 令到一些人 可以吸收到不同的好处 其实我想说 你能够发明到一些 是零变一的 以前没有的东西 或者是几样东西 A变B的东西 都可以改善到 你的生活 改善到整体的生意 发明到一些新的东西 是确实真的 这个时代 如果你不再去进步 不再去改善一下 想一下 怎样可以想一些新的方法 真的会淘汰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这家叫Broadbuster 这家公司 以前 拆了一成的 美国人 在家附近 15分钟的车程 一定去到这家 Broadbuster 很多间分店 以前 大家都以为 这家公司真的是龙头 1985年 成立的 最初都是租VHS 录影带 2000年的时候 拆了一千多间分店 八成都是直型的 自己搞 人口密集的地方 人口密集的地方 每个人都交通方便 找这家公司 借责带 非常之方便 但问题是 如果租责 4元一饼带 你真的要租责后 又要还原 要租责 有时赚别人的罚款 迟了交 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其实这些 通常最热门的影片 一定是很难借责 或者很难租责 每个人都在增商 去留名 增商去设计 例如 例如看 ET 以前最流行 看ET 或者是 阿凡达 每个人都在排队 越租 留名 等 很不容易 最多人热门的 全部都去看那些影片 每个人都去追 对这些公司来说 其实是一个库存 有很大的压力 如果他计算不通 其他那些影片 没有人看 没有人帮顺 如果他没有这样好的记录 其实很难令到 人们愿意继续租 他有一个竞争对手 Netflix 其实Netflix 当初是想收购 Bordbuster 收购他49%股权 但 最后 幸好他收购不了 否则今天没有那么成功 Hustin 1997年成立 这家 Netflix 他只是租DVD 很多人 用游记形式 去寄给那些人 最初也不是很成功 因为你寄 寄3-4天 有时7天 真的不容易 要人家 相比人家10分钟 可以駕駛车 拿到饼带 你要3-7天 每个人都觉得 真的很烦 我宁愿给4元美金 去租带 好过 但后来 他自己改善了自己的经营模式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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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毫半是美金 即是吃到饱了套餐 意思是 即是 不断借3套片 你看完这套 还给人 又再拿另一套 不断借借 还还 更加强了自己的物流系统 一日之内 都可以拿到 心仪的DVD 还有 他做了很多AI的配对 很多人 借片 容易了 可以做到他心仪的 还有 有些人喜欢某些偏好 例如 吴仔 喜欢看AV 他可能不断更新AV 一定有些新的片 带出来 大家都知道他人的偏好哪一类 有些重口味 就是找些重口味的片 给他看 所以 其实他大部份 七成租出去 都是 不同种类的片 不只是说 人家像Bot Buster 七成都只是热碗片 不是的 他是很多这些 成功了 成功赚了 第一笔钱又如何 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厉害 独立自资 做好污当的片 大家都知道 他起家一定是 House of Cards 还有很多 The Crown 那些 那些片 都是很多人看的 很多人 蜂蕊地 转了 做网上的形式 租借这些服务 变成了 非常大的公司 所以 其实 他的成功就是 改善了 别人原有 惯性的模式 做了一些新的模式 以及 配合AI的大数据 做一些個人化的选择 一定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的片都很独特 其实他的片 真的 看过很多人的研究 就是看人家的心理学研究 究竟那些人 为什么那段片 会受欢迎呢 为什么那些人会看这类的片 都研究完了 将所有的元素 放到新片 例如 魷魚游戏 那些东西 令到他 全世界都蜂蕊地喜欢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模仿对象 你能够令到一些人 找到你的独特性 找到一个 专属的一个门楼 就可以突围而出 现在Blockbuster 已经冰霸如山 不知道还有没有 应该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很重要的 如何去突围而出 如何找到你 尋找你新的东西 才可以令到你的事业 不断地创新改变 令到你不断地进步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基本上整体 后疫情时代 结构已经改变了 很多行业都已经淘汰了 你说 现在都是轻资产 基本上就是 放少一些office 放少一些人 用AI 就尽量用AI 点单 点菜 所有东西都是手机 搞定 尽量不要用太多的库存 尽量用少一点的现金 只要周转到一定的数目 总之他货源运转 都可以运行到 其实弹性是强了 不过就是 很多企业都是 适应不了 水套不服 都不怪这些行业的改变 所以物流 所有东西 成本上升 很多人都做不到 我记得 疫情的时候真的有些旋期 搞得我烦得不得了 原本几个星期 运行到玻璃 两三个月才运行到 你说 是不是投行呢 如果你真的 供应链 这样断裂 很多行业 无论汽车业也好 你知道汽车零件 其实有千多万样 一断裂了 很多行业都做不到 交不到货 间接影响了 上一季的销售 都有的 所以真的 要如何去克服这个时代 确实是需要创新 因为所有东西 现在这个时代 都是一环扣一环 如果你不能够推陈出身 你就被那一环一环扣住自己 所以我自己也是推陈出身 不会只叫你 每年都叫你买基金 每年都叫你炒股票 我自己更加不会 所以我今年除了第一位是债券 买一些债券 或者债券的股票基金之外 我觉得一些储蓄也很重要 你说Ivan Sir 说来说去不是西瓜 那些 到时5千元拿到12000元 或者又是那些 那些什么蜜桃 那些8千元每个月存 到时又如何拿多少钱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推陈出身的方法 其实永远都不会死固 一种方法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法 例如大约40岁左右 可能一个 60岁或者65岁退休 其实不断去存 每个月存 五千元 五千元 我不知道对大家困不困难 不知道佔你的五分一 四分一 十至十分一 什么都好 其实这五千元存在这里 到你二十年之后 只要你找到好的储蓄方法 你也可以复式增长到 每个月拿一万元 不断地拿二十年 到你85岁也剩下46万 总回报有286万 不少东西 你说是否很难存钱 五千元 我觉得 可能有时 吃少几包烟 喝少几杯咖啡 可以吗 当然 不是说 要很限制 你一定要想办法 如何存钱 五千元 但将来 其实退休生活 一万元就肯定了 香港的东西 物购不贵 一万元也未必够 所以 所以 你也要想办法 如何将来去资本增值 当然 我不是说一万元 真的足够你退休生活 可能你这一刻 大湾区 或是 台湾 或其他地方 但将来你一定要想办法 如何去 将这一笔本增值不断滚大 所以我也经常说 除了这一笔之外 你可能买些基金 收息 二十多三十万也好 也有二千元的利息收 至少一段时间 我会在这一笔本增值 至少一万元的收入 不敢说可以环游世界,起码在医食上比较安心 我经常说这个是一个退休的 Fall Safe With Draw Rate, 这是一个统计行为 如果你找到一些六厘、七厘、八厘以上的复式回报的东西 只要通胀不超过三、四厘, 你都可以不断拿这笔钱,三十几、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不等的 你一定要看自己的风险慰纳,怎样去放, 放些什么比较稳定,否则你真的会输通胀 所有数字,我本书都有计算出来给大家看的 好了,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支持我本新书一千个收息的理由 没有什么AT1的债券,没有一些古年精怪的债券 都是很多稳稳定的,公司有钱稳定的不同的选择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下次再和大家说更多 关于做生意,理财和有趣的东西 希望大家喜欢,下次再见,拜拜!